哈喽大家好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是稀罕物了 首先给大家说明的是 今天因为要录制的 要录制视频比较多 趁着周末录 现在是下午阳光射进来比较强烈 就导致了 我这不是什么暗示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灯效会很奇怪 大家就凑合看吧 但是这一次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是什么呢 对就是这个NZ333瓦锁龙 由于这个模型在寄过来的时候 没有支架 就是这个瓦锁龙跟这个底台连接的支架没有 所以就导致了吧 我用那个转排一转起来的话 它就不稳 经常要倒 没办法 咱们就这么摆拍吧 然后这台瓦锁龙呢 我们接着刚才说 这台瓦锁龙呢 是这个出自于这个0093的 然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这个模型里边 还含带了一个小的 一个牛高达和一个沙渣笔 这个一会咱们再看啊 其实这个做工也是挺不错的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主体 这个我们先来接着讲那个 搜瓦锁龙 这个搜瓦锁呢 其实机设是超过100米的啊 应该是超过100米的 这么一个机设 所以呢 这个模型的比例是 1比400的这么一个比例 所以说这个牛高达和这个沙渣笔 应该也是1比400的这么一个比例啊 这个比例可以说是很多人 可能几乎是没见过的啊 大家经常见了1比100 1比144 然后有钱的买PG的1比60 或者有些TV版又1比60 对不对 这个1比400的确实是比较少见啊 这个模型呢 是2006年生产 2006年生产的 然后 细节部分呢 这个因为这台这个模型不是我做的啊 这个这个模型是我一个买 就是经常照顾我 照顾我代工的一个买家呢 他找应该是找别人做的 或者是别人做完了以后 他收的 这个模型他说让我帮忙喷一下消光 所以我就 顺便拿出来喷完消光以后 做一下视频 这个模型在寄过来的时候 一个是没有支架 一个是这个牛高达的这两个特效件啊 就这个 喷射这个特效件 中间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卡榫是断的啊 基本上是有这么两个毛病 整个模型的话 这个涂装 他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细节的涂装 包括这些白色的分色啊 然后红色的应该有一些分色 也是涂装上去的 所以说 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 本身的细节应该是比较少的啊 就是全靠深线涂装 才能出来的这么一些细节 可动性方面的话 几乎没有啊 因为毕竟它这个是沿袭 沿袭了这个 这个急功号的这么一个设计啊 就是 脚都是摆设 上面达人不懂 咱们懂啊 脚都是摆设 所以说它这里直接是两个大的一个 一个推进器在下方 这推进器也算是燃料罐啊 这还算是 反正就是下方是没有脚的 另外呢 它还是可以变形成这么一个 MA的这么一个结构 但是毕竟啊 这个模型C型扣比较多 所以说咱们就 这次我真不变了 毕竟这也不是我做的 然后这个 这东西也挺稀罕的 咱就别因为这变形 不要先把这个C型扣是没能断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变形完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啊 变形的 其实这个变形的这个步骤不算太复杂啊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模型的细节啊 首先呢 在这个模型的这个头部啊 是有一个软胶的这么一个材质的天线 所以说就不会因为经常可能会碰触到这个上方的这个这个零件什么的 会导致这个折损率会比较高 所以说它这个采用了一个软胶的一个天线 就不会就不会那么容易坏了啊 然后这个动力管啊什么的用的都是塑料材质的 这个泡泡手啊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然后呢可动性也还挺不错的啊 这个这个几个分件都做的挺好 手腕这里呢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伸出的这个展开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另外手部啊有一些可动啊或者什么的 这这种模型我觉得聊可动就就就这没啥好聊的啊 这腰部有一个旋转的可动啊 这个后边这块招骨变形 这个是有一可动啊 这个前裙甲可动 然后这个这个脚可动 然后另外这里边有一个这个这是变形成MA以后的这个爪子啊 也可以当机械臂用的这么一个爪子 然后也是有这么一个伸出的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也是可以进行这么一个可动 基本上身上可以动的地方就这么多了啊 后边这个美丽浮游炮都可以拿下来 然后浮游炮的话 这个浮游炮是没有那个展开结构的 是需要一个替换件在底下安上 然后可以实现一个展开结构 当然他没有给这个浮游炮就是这个使用情况下的这么一个特效件 所以说动不太上啊 然后这个这个裙甲里边还是藏着这么一个这个也是变形为MA以后用的这么一个爪子 这个这么一个脚啊 在这个后裙甲里边 手部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啊 这么一个可动 但是也不太敢动啊 基本上这个燃料罐啊 稍微可以动一动 基本上可动圈就是这么多 细节的话可以看到全都是靠一些补色以及渗线来达到这个细节 可以说对这个细节的还原还是算是不错的啊 就是该还原的地方都还原到了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模型最有趣的地方了 就是送的这两个小的 一个呢是这个小的牛高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高达的细节基本上还都是有做出来的啊 包括这个一些分色呀 这些细小的分色涂装什么的都是有的啊 包括甚至于这个独角兽的logo啊什么的 但是我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这个包装的问题啊 就导致像这个盾牌啊 像这个枪啊都有弯曲了 这需要回家拿这个开水泡一下啊 开水泡一下以后矫正一下 然后像这些喷口啊什么的 甚至于都是有这么一个细节的涂装啊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精致啊 我觉得买这个模型就光冲着送的这个 送的这个小牛高达和这小沙沙笔就不亏啊 我们再来看这沙沙笔 沙沙笔的话造型可以说是很不错啊 这个盾这里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图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分色 我们记得在这个RG和这个MG的沙沙笔的这个模型里边 都是没有这块分色的啊 这块都是纯黑的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分色 我忘了这个动画里边原色到底有没有这块分色了啊 大家有那个这个这个大家懂的人可以去考试考试一下啊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小的迷你的这个燃料罐真的好小啊 我就像个小兔子像个小兔子一样 后边这个挺可爱的啊 这个手掉了 它实际上这个分件特别简单 就是这个手上有个分 这两只手是分件 然后应该是这个腿啊什么的 好像都是固定好的吧 我也不敢拆啊 但是这个分色上面做的可以说相当不错 而且这个动作啊 这些细节什么的做的挺不错的啊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就算就算单拿出来这么卖也是可以的啊 挺好的这么两个败件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上小学的时候买过一个就是这个头是尖尖的 就是有点像这个卡比尼的头一样 然后这个这个身体的结构和这个差不太多 但是脚我记得好像是只有一只脚吧 跟一个大蜜蜂似的好像是还是什么来着 直接垂下来的 我以前好像做过那么一个也是可以就是有这个 也是也是可以有各种浮游炮啊 然后包括变线啊什么 哦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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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这个在记载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么一个这个线缆的啊 就是这个用来搭搭这个有线式的这个炮手的这个线缆也是没有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做过那么一个模型 然后比例更小 没这个大比例可能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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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罐子这么高吧 做完以后大概是大概是这么大的一个 那可能是一比八百的这么一个模型了啊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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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小时候其实挺喜欢那个的 因为那个头是那个卡比尼的头 然后再加上浑身都是这种各种的燃料罐啊重装什么的 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啊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有有有有有知道的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弹幕或评论区科普一下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小底座啊 这个小底座分别是代表了这个牛高达和筛杂比啊 你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字 1896牛高达筛杂比 也就是说哦 这款模型虽然说我看那个说明书上写是2006年生产的 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模型原版是1896年的 就是1896年的这么一个模型 然后翻那个再再生产生产出的这一把 就是06年的这一把啊 这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我明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点这么多吧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投币 我们下次再见